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经常听到China Shock 中国冲击 而连非常著名的前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Janet Yellen现任是财政部部长 还在拜登的内阁里头都提到 中国对全世界的出口倾销 扰乱了全球的市场 所以是一个不公平的 既补贴又廉价倾销的状况 而很罕见的IMF 事实上IMF当时是由美国所成立的 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影响力都相当的高 但是里头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本身基于他们对经济学的知识 驳斥了整个美国所建立的全球性的论述 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 倾销到其他的国家 某个程度中国其实是现在内需经济很不好 中国的各种经济状况都很差 出口前政治也下滑 他只是加大他的出口力道 所以他们呼吁美国跟欧盟要调整 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这是IMF所发布的声明 这是很少见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当中国在全世界相当的孤立 当然这跟他的政治制度 也跟习近平的作风是有关系的 但是就经济而言的时刻 当一个国家他有强大的出口 在某几个产品尤其是电动车 强大的出口能力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是产能过剩 他的钢铁出口你不能说是砍产能过剩 就好像没有人会说 iPhone是产能过剩一样 所以IMF认为 整个这个名称的一个发明本身 基本上就是对中国的一种 China Shock的一种抵制 而整个中国对于整个全球 对于他的抵制里头 最重要的希望欧洲跟美国 不要站在一起 而美国现在已经启动了 对中国电动车100%的课税 时间是9月27号起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 那么他的理由就是 因为他们对电动车补贴 那当然很多人也说 你美国不是也在补贴 很多各种不同的行业 包括半导体 是不是将来你也通通都不能够出口 不过这个世界现在 已经没有国际规范 就好像我们前面报道 日本内部的很多专家都谈到 美国把很多国际规范给破坏 这国际规范未必指的是军事 很多是属于或许WTO 或是大家所讨论的一些 全球的贸易规范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中国希望欧洲不要跟进 而欧盟即将做出一个 对于中国要不要反寝消遂 特别是针对电动车 为什么电动车这么重要呢 因为中国现在对外竞争力最强的 就剩下布亚迪 这些类型的廉价 但是效率效能都非常好的电动车 而欧盟正准备 是不是全欧盟 它是一个一体关税 所以它本身的不可能 各个国家去课征关税 所以只要一个国家反对 这个就不会成 所以中国很希望能够进行 在这里头有机会 让欧盟不要跟进美国 在事实上在美国9月27号之前 加拿大就开了第一枪 就已经早在9月20号的时候 就已经宣布中国的电动车 所有的成员国一致的投票 那目前比亚迪已经在匈牙利 设立一个工厂 有所投资 所以可以想象匈牙利 应该会投下否决票 而这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 来自于美国 跟来自于欧洲方面的一个压力 欧盟方面的压力 而中国自己本身的经济一致下滑 某程度还在全世界来讲 他不是一个China shock 事实上也是shockChina 就中国从2000年开始 越来越强 2001年加入WTO以后 中国一度以为 他们自己是很稳的经济 他没有想到 他会陷入这么深的房地产危机 他没有想到 他自己的出口 也会下滑到这个程度 更没想到 他的内需会萎缩到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 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 现在才意识到 他们可能会落入 当时跟日本一样的前景 事实上在2010年 当时我曾经短暂的担任 Bloomberg中文版的首席顾问 我曾经在一场论坛里头 就提出相同的看法 我说其实中国很难避免 那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们说中国拥有很强的军队 中国各种不同 就是比较倾向中国 一些专家都如此的看法 我就说这个跟军队力量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整个经济体 你本身都是靠出口 这是亚洲所有国家的共同特色 那如果你的出口 没有地方可以出口了 美国市场是萎缩的 而且美国如果开始对你 进行美中贸易战 那时候都还没有 当时是2010年 当时只有汇率战 就是不断地对人民币批判 你操纵人民币 你操纵人民币 要进行汇率战 那最后在汇率战里头 美国财政部 没有把人民币列为 操纵汇率的对象 因为中国采取了前诺贝尔 经济长学长得主 Robert Mondell的建议 那他已经过世了 他给中国的建议 那时候总理是温家宝 就是你用一个主权货币 把美元在里头 加大到最高的范围 比如说70% 你美元扁 我就跟着扁 你骂我 为什么你人民币扁 因为你美元扁 是这样子 中国逃过了那次的汇率战 但是之后呢 就慢慢慢慢 他们就轻忽了 然后酝酿酿酿酿 到了2018年川普上台以后 正式对中国宣战 而中国领导者呢 对很多事情看得太小了 看得太轻忽了 他当时知道 美国跟中国一定会处的摩擦状况 可是他们以为 他们只要跟川普的女婿 库什纳的关系好 川普是一个商人 好商量 可以打交道 他们以为如此 现在中国慢慢清楚知道 美国不管谁做总统 贺锦丽也好 就算拜登不退选也好 或者是川普 美国要求 美国要重新强大起来 制造业回流 而且美国的第一敌人 从每一个领域 从军事 到国际的政治竞争 到经贸的 特别是经贸的竞争 中国都是首要敌人 然后科技都是如此 所以中国慢慢 脑筋行过来了 可是行过来的时间呢 其实已经是 所有的情势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这个领导者跟领导阶层 当时忙于内斗 没有早一点看到这个问题 而形成了后来 很多错误的政策 包括当时没有人卡光刻机 没有人卡美国的软体的专利 也没有人卡日本的化学材料 就没有在那个时刻 去好好的发展半导体 现在后来 等到发现都被卡了以后 才开始发展了 那就是说前面的远见 没有看到 事实上在2010年就应该看到 中国只要一不小心 就会走入日本的情况 而现在认为中国 可能会走入日本 消失30年的人 越来越多 而中国也自己了解这一点 所以就想办法的 最高的最重要的 外交经贸战略 全部合起来就是欧盟 你考虑你自己的利益 不要加入美国 当中国以强劲的出口 填补房式泡沫 所失去的动能时 中国制造又成了重死之地 但被经济学家出身的 美国财长叶伦认证 中国就真的是产能过剩吗 IMF最新的一份报告就指出 对中国产业政策助长贸易逆差的担忧 是多虑的 这份由IMF首席经济学家 古林查思维首所撰写的报告 不点名地攻击美国 和其他与中国存在贸易失衡的国家 对中国企销过剩产能的看法 报告以美中贸易为例 这问题不在中国的产业政策 而是在新冠疫情过后 中国储蓄积增与美国支出的增加 导致贸易更加适合 且中国出口制造业的盈余 并不集中在受补贴的产品上 以最受关注的电动车为例 中国去年生产890万辆 占全球产量的散播值额 而出口的120万辆只占 中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一 一个未来的工厅 中国的大约是在绿色技术 这些电动车 世界上的高颜色 大约的高颜色 超过全新的车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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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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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在複整川普時期 對中國的301報復性關稅後 拜登在5月又加碼 對自中國進口產品的一攬子價稅政策 歷經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四個月的公眾意見審視 儘管多數反對再加增關稅 但能決定至9月27號起 對中國電動車加增百分百的關稅 太陽能電池提高到50% 電動車電池 關鍵礦產 部分鋼鋁產品 口罩 以及港口的起重機等 關稅則上調至25% 這一波對華加增關稅 一方面保護美國綠能產業 但更多的是在年底總統大選 展現民主黨更違反華的立場 北京雖強烈抗議 但也不隨美國政治起舞 倒是對歐盟 針對中國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 展現出與對美國完全不同的積極應對態度 歐盟自7月5號起 對中國電動車開增臨時性反補貼關稅 不同意在美國市占不到1% 去年中國的電動車出口 近4成銷往歐洲 在歐洲市場的份額已達8% 這也讓北京與布魯塞爾間一直保持溝通 讓開增的稅率與出財池有所下降 北京更將至歐盟進口的滷製品 與部分豬肉產品立案進行反請教調查 這讓中歐雙方對貿易談判都有緊迫感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近日將訪問歐洲 就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案進行磋商 但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副主席 東布羅夫司機師在19號舉行磋商後 並沒有太多實質性的突破 儘管北京有意用價格承諾 並借鑑每日過去解決汽車貿易衝突的方式 實施進口配額換取取消加征的關稅 但要怎麼計算價格與配額數量 雙方恐怕還要持續糾纏 只是留給雙方談判的時間並不多 歐盟成員國最晚在11月2號 針對中國電動車表決 是否將臨時性關稅變成永久性關稅 這需要過半成員國的同意 也因此 面對可能的談判僵局 北京也在做分化與遊說的兩手準備 我們在中國公司的驚訝 為何在商務部長進行磋商 有可能的優惠優惠 有任何商務部長進行磋商業 如說之前 商務部長進行磋商業 沒有任何人 我認為中國民族和中國政府 都很認同的價格 在商務部長進行磋商業 作為出口豬肉 在這問題上存在利益矛盾 歐洲車廠意見也相當本齊 保護歐洲勞工就業 是歐盟加稅的理由之一 但從近來 德國福斯與奧迪 相繼關閉在歐洲的生產線來看 俄屋戰爭後上漲的能源價格 恐怕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BYD是一位最大的電子製作者 約40%的中國的價值 這道道獎車的產品是企業的 好處是企業的 超級距離的達輯 達成車的價值 超級距離的價值 是企業的達輯 對其他價值 超級距離的品牌 但是在商業的價值 超級距離的價值 超級距離的價值 都在購物 所以他們保護了 產品牌的大型貌產 那是價值 在智能化與電動化轉型的汽車產業上 中國有更優勢的產業鏈 一輛傳統歐洲汽車廠將生產重心轉往中國 在智能化與電動化轉型的汽車產業上 中國有更優勢的產業鏈 一輛傳統歐洲汽車廠將生產重心轉往中國 與2000年前後一直造車技術到中國不同 歐洲車廠現在是利用中國產業鏈進行轉型 但這卻成了歐盟制裁的對象 這顯然也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受歐盟委託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 主導撰寫一份歐洲競爭力報告 就建議歐盟當局重新理順與中國的關係 而不僅僅只是脫鉤的巨風險